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月3日报道,专注太空探索的澳大利亚皇家学会科学家艾伦达碑说,这不仅仅是一次主路。 今天宣布的消息,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技术的成熟度。 现在看来,北京追赶美国能力的长期目标,有可能在20年内成为现实,就等约而言,或许只需要10年。 报道称,3日宣布的消息,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在此之前,没有任何国家让好天气降落在月球背面永远不会面对地球的那一面。 因为这个位置,意味着无法进行直接的无线电通信。 但中国研究人员成功克服了这一挑战。 虽然中国官员对任务细节保密,但这次任务是早就计划好的。 达碑说,本世纪初,没有人会猜到,中国会如此迅速地成为太空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当北京终于在2003年将其第一位宇航员送入轨道时,西方观察下对相关新闻不屑一顾。 报道称,在中国继续扩大行动之际,对太空探索的热情,在美额这两个拥有最成功项目的国家却在简说。 从某些方面来说,中国的项目依与美国的能力相当,尽管它的开支人员远低于美国。 2018年,中国安排了约40次航天发射,是2017年的两倍多。 中国,中国取得如此迅速的进展可能令人惊讶,这些项目将使公众更快地把中国视为顶级太空强国。 还有外媒认为,中国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发出了重要信号。 去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1月3日报道,中国问题专家马库斯赫尔曼认为,中国登陆月球背面并非纯粹的象征性行动,此举例向国内民众发出了重要信号, 使于40年前国家领导的技术追赶取得了成功。 赫尔曼说,这次登月的时间点真是很特殊,与贸易冲突一样,进军太空的努力,也是美中技术竞赛的一部分。 但这不是纯粹的宣传行动,中国也希望这带来技术意图效应,最终让其他行业获得新应用。 奥地利新闻报网站1月3日的报道认为,中国成功着陆月球背面再次证明,今天中国制造,远不知意味着廉价生产,坐在流水线旁仿制名牌手提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报道举例,北斗导航系统2020年就将在全球投入使用,甚至会取代西方提供的选项。 报道称,太空技术只是中国为基深领先的世界技术大国而大力资助的领域之一。 中国的最新技术成就清单,可以拉得很长。 技术将彻底决定世界。 首先掌握技术的国家,将为新的世界秩序制定规则。 1月3日,科研人员在北京航线飞行控制中心紧张工作。 当天,人类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探测器长额4号,稳稳降落在月球南极安特肯腾地逢卡门状。 极客,新华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